剛才我講過 這個症有不同症狀的組織 第一個症狀就是情緒方面 這個症病或者情緒可以是怎樣的呢 一 可以是低落 這個很明顯地 不開心很明顯地情緒會低落 但是呢 凡錯都行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 有這種症病或者特別是老人家 上一年多的 他不會告訴我們是不開心 但是你見到他最近 在這裏呢 嘩 怎麼回事啊 本廊下有中茶的 現在爆棺我們隔壁茶餐廳 有西茶 立刻呢 情緒來了 周圍來了 周圍來了 好似呢 小小的變動 原先的意思都可以 很錯的 這個可能是這個邏輯家 患上一個不正的一個心事 另外呢 因為我這裏呢 寫下的情緒裏面呢 用紅色眼 就說你不堆任何事物 都失禮得到處 我特別呢 將這個和情緒低落 就一起呢 列舉了出來 因為這兩者呢 在這個症裏面 我們叫做呢 主要的症狀 主要的意思就是 這兩者呢 事實上呢 事實一樣呢 都要留下 如果這兩個症狀呢 情緒低落 或者一類任何事實 都沒有的呢 這個基本上呢 一定都是症狀 可能不犯上其他的症狀 我們英文呢 那這兩個叫 Banderman 兩個主要的症狀 Bit都有一 那我都要再提醒一下 因為都有一種失禮 他以前不喜歡做的事 現在不做呢 那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我們不要有所悔悔 因為呢 可能他以前參與過這個活動 現在呢 因為有些原因 他都要參與 但是呢 他的感覺 是這樣的 可能內街有些麻雀疆 他是經常打牌的 現在呢 他無所去的了 但是人家三拳一嘛 不好意思推人 今天坐下去打完仗 但是坐下去打的時候 不行 贏錢都好 平民一面都 我們就輸的更加 所以呢 他是不是參與這個活動呢 就是叫這個人 今天反應 好 今天呢 這個人 就是我 說 你行為這個症狀的層面呢 我們知道基本症的病患者 比一般人做事 想事都慢 他亦都很無幹勁 很無衝動去做任何事 所以我們如果有機會 基本症的病患者去談及 例如我們跟他相處 我們必須很有耐性 必須要很有耐性 他說的慢 讓我們給耐性聽 我們問一個問題 給多一點時間反應 好像有時候我們說 他好像一部舊式電腦 用一部大陸的電腦 你跟他說話 他要很久才消化得到 回答得到 那樣遠遠參與任何的社交同學 很多環境症的人 很多時候躲在家 不願意見人 或者躺在一張床上 用不去 第三個範疇是思維 為什麼正人說什麼呢 這樣 我可以說這個東西很慢 很難集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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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集中精神的結果是怎樣 他們很多時候會投訴自己的記性差 特別是短期的記憶 短期的記憶 原來集中精神 是我們短期記憶的第一步 我們經常說 這些人 左翼右 意思是什麼 他沒有集中 他將身邊的一定師傅 記憶都入到他 所以他沒有記憶的話 他短期的前進生 平時的表現就是 可能他告訴他 我看公司聽 他有個客戴電話 他有個客戴電話 說完 他有個公司說完 我給了他講什麼 我給他一些想集中 給他一些想集中 給他一些想集中 加上朱古 我告訴他 我跟他講 我給了他講過 我夠管他 我不思考 他會把他講過 所以我走進去也會幫他 這些事情 ¿做了甚麼? 竟然有誤錯他 但有時候都有 這位是罵 一個狐狐狐 一個狐狐狐狐狐狐 不好意思 我的麥克風 還有什麼東西 有病 有些麥克風 好了 除了這樣的話 很難習慣之外 第三 他們也適合一些所謂的詞心 什麼叫做實驗意見 很簡單就知道 我想知道這個詞心 有時候我們將實驗意見在這些題目 就很快 就兩種東西一起講 有些人就不是單純熟識 有些人現在懷疑的意見 另外這意思是相關的意見 他們知道不可以的 相關的意見是要戒酒 或者服用一些藥物 那個送量 劑量是不足夠命的 我吃了五粒Canadol 伊利桶 或者我吃三粒 但是一次過 有時候會有一個軍備圖牌 這些都是一些類自殺 我們叫做類自殺 類自殺的這個運動 也都有一些很多軍 因為只有一些人在我們說 我沒有六軍死的 我沒有這個運動 都是死的要低的 但是如果我今晚上午睡覺 明天不醒就好了 我聽很多人都會跟他說 明天不醒就好了 我有時候對他精神好一點 我跟他講笑 我說你當時想不想知道 這是一個福氣 你不用自然 有些人跟我說 我現在有病 我不看心 被你落入街的抑鬱 變相自殺 我經常走街走馬路 走到好邊 我希望有一輛車 突然間實在碰產 他們的想法很有趣 這些就是他們想到死相關的 最近我有個好笑 對我說 我以前不信任12月 世界五日去英國 我現在很相信 我希望是真的 抑鬱 很想一樣東西都完結 但是沒有想過有自殺的衝動 如果有些人這樣跟我們說 我們都知道這些是類似自殺的意義 都是很重要的 接著我們現在說的思維 要度一些所謂抑鬱性的思維 是說什麼呢 那種的無望感 你將來沒有什麼希望 不敢想很遠 完全沒有打算 沒有助感 覺得我們幫他自己 另外有些人會覺得自己生存很無價值 自己很無用 這些我們叫做抑鬱性的思維 我相信 軟體的椎的人 第四個症狀的範疇 就是身體 身體會如何呢 失眠 最常見 我想這也是香港最困擾一般人的一個症狀 肌骨的失眠是怎樣的呢 其實同一般的失眠沒有什麼大的分別 我先這樣來說 失眠在精神學上有三種狀態 有時候我們見到一些病患者都問問 你們說睡不到覺是怎樣睡不到覺 第一種的失眠狀態可以叫做早暖的失眠 很難入睡 很難睡得著 一般我們大久一點就穿上頭 有些長一點 有些快一點 我相信很少人要半個小時以上 有沒有人每晚都半個小時以上才穿上頭 那我外面有些卡片 你出去拿卡片 我比較安慰 有些超過一分鐘更加暖 如果不是醫生 我很快的人上去三小時 這個都是很正常的 這叫學術症 一般人在10至10分鐘裡面慢慢入睡 當然我們說是一個比較熟悉 舒適的環境 我們不如你把這個問題寫下 要不然等一下有很多打賊 對不起 我們有同事體至不凌 第二種失眠 我們叫中間失眠 中間失眠的意思就是睡了 等一下經常醒了 睡了 醒了 睡了就像淺睡了 睡了 覺得自己 經常前我要拼除一些因素 譬如說有些生理因素 譬如這些公共慈禮宣發大 一晚去幾天洗手 糖尿病的患者有很多東西來做 不是這些因素 以前都不是這樣的 現在一晚都是神秘症 第三種的失眠 叫做緩斷的失眠 就是天秘光醒了 不是 美國都醒了 四、五點醒了 叫做緩斷的失眠 這三種失眠的狀態 在這個症裡也會看到有 在研究上也記得一點 大家看過這三種失眠 必定是比較嚴重的 又早斷、又中斷、又沒斷 原來一般在醫療症的研究裡說 沒斷的失眠比較嚴重 如果醫療症的病患者有沒斷失眠 代表他的腱骨相對地比較重一些 如果我們在座真的有這些失眠的狀態 就盡快或者醫生去查詢一下 那是否需要去治療呢 我講的現象 我們講的失眠最終 都要看待日日醒了 他夠不夠精神應付當日的生活 這個才是最準的 你說不是 我們現在四個小時每晚 很短的 天尾光就醒了 但每天都改革精神 那就恭喜你了 在非正常賺了很多時間 應該可以做多很多事 我們就不覺得這是一個失眠 好 身體做甚麼症狀呢 體重會下降呢 因為食育不陣 食育不少 消瘦 那麼 你可能會問 周醫生 有甚麼指標呢 甚麼的體重下降 叫緊要呢 在臨床上 我們就不是說 收多的多少磅 就叫緊要 我們同常聽說呢 用那百分比呢 如果這個人的體重的下降呢 是超過他原本先體重的百分之五 那這個呢 是一個重要的體重下降 就是譬如一百磅的 現在只剩93磅 收了7磅 是吧 100磅裡面收了7磅呢 就是8.7 那這個是一個重要的體重下降 不管是幾何時間都好 好厲害 便秘 女士呢 可能經期會亂 或者甚至閉經 那又是 那麼 如果經歷了